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接连两天的2017年Ironman国际邀请赛事 19号在台东的火水湖是顺利的圆满落幕 而在19号的晚间,特别进行了颁奖典礼 即选手欢送餐会 县长黄建廷特别颁发了男女组总成绩前六名的选手 黄县长相当感谢选手们卖力的竞赛 以及县民配合交通管制的措施 让所有的选手能够顺利的完成赛事 而黄县长也和大家相约,明年再见 颁奖典礼在晚间六点半举行 包括了县长黄建廷,县府观光旅游处处长江慧青 台湾铁人三项公司董事长林哲浩等会病都参加 并且由黄县长颁奖给今年职业组男女前六名的选手 另外这次比赛年龄最长的一组是男子70到74岁主 参赛的张邦文还有许阳明两位选手都带着孙女上台 接受所有贵宾及其他选手热烈的欢呼及致敬 县长表示由于大家的拼斗精神 让赛事相当精彩而且具有可开心 我们希望这个比赛我们跟Ironman的合作可以继续下去越来越好 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继续来到美丽的台东 今年虽然是我们尼泊特风灾之后的第一场 归过最大的大型的比赛 台东的这些树木临向还没有完全复原 我们还不是在最好的状态底下 但是我相信大家对台东人的友善 对我们台东的空气的好的品质 对我们地方政府这么样的支持 这个活动我相信应该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期待大家再一次回到台东来 再次恭喜今天大家都完成了一个一次自我的挑战 祝福各位 -你溢 Soft veel素! 有凌烦呀 -我的喜欢这次志动车赛事 -你 lap阿 -希望台东能够强远下来 deal 尤其这一次自行车赛事往南回延伸风景相当优美 选手们反应都很不错 台湾铁人三项公司董事长林哲昊也希望 明年能够继续在台东来举行 在大家比了这么多年 刚刚有很多人来 明年是不是有机会 我们还可以骑南下的车段 大家感觉骑南下可以封路 在比赛的过程是非常的安全 那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现场一个最大的鼓励 让他明年让我们回来在南部骑车 好不好 颁奖典礼是以派对的方式来举行 大家热歌亲舞也相约明年再见 谢龙盛台中市报道